由中国男星黄俊杰夏之光 主演的单改剧致命游戏 以微网剧形式通过审查 并于日前无预警开播 没想到全剧上架后 仅仅两个小时就被下架 原因正是单改禁令 这会史上最短命的BL剧 有网友趁着剧集还会下架时 已经保存好了档案 并放到网络上流产 让两位主演的人气随之攀升 然而官方趁机趁流量 开卖周边商品 还发文表示剧集被下架后 连宣传预算都不够了 甚至付不出花絮影片的剪接费用 因此希望透过贩售周边商品 能获得一些利润 由于商品的定价很贵 从最基本的199人民币 到最高的1790人民币 甚至还有10万到100万人民币的 各阶段达标解锁福利 官方公然割韭菜的行为 遭到网友留言大骂 最后被迫删文 网友们认为 该剧是在单改禁令发布后拍的 应该早就有无法播出的心理准备 当初既然决定了 要砸钱蹭热度拍戏 现在剧集被下架了 还要高价卖周边捞钱 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啊